今天上午最新的话题有关于前副总统吕秀莲 那么有计划访中吗 我们看到内政部长江一话说 这并非内政部可以处理的 我们请记者欢庆给我们目前最新的消息 一向重炮抨击对岸的吕秀莲呢 亲爱的竟然传出来说 可能在明年的时候会访问中国大陆 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今天呢大家都很好奇说 由于他是卸任的副元首 到底他的身份可不可以去呢 而这个相关的政府会不会核准这样的事情 今天内政部长江一话 他就说以吕秀莲相关的这样的层级 恐怕不是内政部可以处理的 听看相当访问 我们国家的政务人员 或者是卸任的重要政务人员 在卸任之后的一定期间里面 如果要前往中国大陆 其实都是必须要专案批准 那依他的不同层级 而有批准的不同层级 好比说如果内政部有一个位次长 他卸任想要去中国大陆 那这大概只要 现任的部长批准就可以 但是如果说像 副院长 那么他要去中国大陆的话 大概就要到院长 县任院长来批准 那么以吕副总统的这样的层级的话 可能不是内政部长批准 就能够算数 所以我们会依相关的层级的规定 来办理 我们刚刚听到呢 内政部长江一话 特别强调说 一切都要依规则 依规定来核准 但是呢 由于副总统 前副总统吕秀莲的这样的层级 恐怕不是内政部核准就可以的 以上就立法院最近状况 现在把现场交给彭内主播 好 那么对于前副总统吕秀莲是否仿仲 我们看到江一话强调 这并非内政部层级可以处理的 这是目前在立法院最新的消息